嗨,大家好,我是高树寬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元宇宙NFT 因为这个是有那个连友问我嘛 然后也有学生问我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周的时候啊 已经开始有就是新的艺术博览会哦 就是第一届,这个很令人期待 它就是有NFT,就是台湾第一个NFT的艺术博览会 然后呢,它还有就是结合就是实体的这个展览 就是传统的那个展览 它是在饭店举行 那我要先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就是元宇宙呢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听 然后以前就是有很多的很有名的老高啊 然后他们都讲过了 然后甚至很多艺术的就是顾问啊 他都解释过了 那这个元宇宙它就是一个虚拟世界 它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世界 那它说实在话 它就是也是在这个网路的空间里面 然后有人透过电脑啊 然后感觉好像穿越时空 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叫元宇宙 那以前那个什么VR戴头套啊 那也都是属于就是元宇宙的这个范围之内 元宇宙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共享 共同享有这个网路的资源 或是这个虚拟的资源的意思 今天的主题啊 并不是要去讨论说 是不是要去怎么去操作 因为这个网路上都有 或者是哪一个平台 那我今天就是在那个我的那个资讯栏啊 会跟大家连结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成为NFT的一个艺术家 你要去就是建议说去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网站去注册 那今天的我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因为它这个虚拟的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都可以卖 包括就是说网路啊 图片啊 甚至很多就是想象的东西 甚至我在想有可能是包括爱情 因为我前几天有这样子去想过 因为之前那个王力宏的事件非常的大嘛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允许就是只有法律 就是亦夫亦妻治 这个不要炮烘火 这个都是想象 因为网路就是想象 那我们的结婚证书啊 是不是都只有一张 那如果你要提升那个NFT的价值 例如说刘德华好了 因为我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说他如果他是名人是刘德华 那他可能就是 可能哦 他就是发行那就是100张的结婚证书 那所以他就是可能会有一个 100个刘太太 那他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讲 可能就是大家有一些艺术家可能就比较听得懂 哦原来这就是他的一个价值 那这样子就是他的稀有心 虽然我举例这个东西 他因为他是虚幻的嘛 好那你就会知道说 好答案出来了 你事实上是在网路上 你是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你是摸不到刘德华的 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这个网路上的一个含义是什么 那我们转换好了 我们转换我们是艺术作品 我们的艺术作品 我们要在网路上卖 好那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他会觉得他无法接受 那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我脑袋我是不是落伍了呢 那有很多人就是会不看好他 会认为说他是泡沫化 那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方式了 已经是为什么呢 其实对艺术家来讲 或者是对音乐创作者来讲 其实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因为他多了一个管道 他可以在虚拟的元宇宙里面 他去卖他的画 但是你事实上是没有拿到这个画 那应该是说你拿到了这个 他的这个图像圈 或者是JPG党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GIF党这之类的东西 那他会给你有一个链接 好那就是证明说是你的 就是我们是要讨论说 这个艺术家你要不要就是成为 NFT的一个艺术家之类的 那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其实如果说以站在 就是说多元的一个方向来讲 其实他是好的 好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这个世代 他只是转换成了网络而已 NFT 他只是转换了而已 那我们刚讲的是仓家 他买到了一个什么 就是说他买到了就是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区链块 那创作者而言呢 那到底是差别在哪里 因为通常我们的 为什么要上那个NFT 像我有去注册 可是我就是只有做了一半 我就卡关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发现说 那个上架费真的是还蛮不便宜的 所以就是说像 他是需要就是说 维持这个网站 他是需要蛮多的一个上架费 去hold住这个网站 那我们来讲说 这个艺术家 就像是以前 以前我们像是 艺术家他在画这个原作嘛 他是不是只有一张 那他卖完了 他就没有 所以后面的商人 他就想到了说 我可以来买复制画 然后他就会说 国际版就会说 只有13版 那他这个价格 你就可以可能10万 20万这样子 那但是随着科技 跟技术的越来越普及嘛 那很多人就是会 无限量的去印 那有的是限量 像有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 你为了要提高那个价格 那所有东西都是会去 限量去发行的 然后这个比较有名的 例如说草菅名声 或是奈良美智的复制画 或是复制的一些作品 然后你本人签名说 这个是100个 就是还可以就是近拍卖 就是连复制的东西 他都可以去近拍卖 那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还是有一些价值 上面他其实他就是一个数位作品 然后呢 像但是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他可以保障就是艺术家 就是说他在复制 因为网路上的东西 就是经常就是很危险 就是说很多艺术家 他就是刚开始创作好的时候 怕说就是你去再去再造 或者是说在进行在创作 所以他或者是说影响了 就是原作的一些权益 所以呢 这个网路上的NFT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他可以取代 就是说我们现在现有的 就是说限量的一个东西 那像以前就是有一些画廊 他就是会专门炒作 就是说复制画 他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是时代的关系 他刚好就是搭上了 那个时代的那个潮流 所以他复制画也是卖得很好 那但是现在复制画已经 已经不会很好了 然后现在就会衍生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文创商品之类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做复制画这件事情 就是说证明说我是拥有者 因为原作只有一张嘛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NFT这么夯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 网路上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他就是要讲的就是共同的分享 那你分享是不是很多人就很容易 就是复制 然后存档 然后自己使用 对不对 然后有的艺术家 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他就是会去告你 你侵权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只能分享 你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所以这是那个NFT最大的一个优点 因为他就是取得了合法的这个链接 链接块 然后他就可以去追查到 例如说作者是谁 然后你谁买的这样子 然后其实他一个优点是这样 就是说他有集合了第一市场跟第二市场的一个优点 那像艺术品的话 他是你在网路上 然后你买的人 他就是可以得到合法的一个区链块 然后那个区链块就是有点像身份证 每个人都是只有一个 然后每个人的序码都不一样 然后你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你创作者是谁 都可以彼此就是查询得到 那可是对艺术家比较不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的上架费其实蛮贵的 所以你必须要准备一笔的那个上架费 然后就是可以去这个上架你的这个作品 把它例如说你是画油画的 甚至说你是做雕塑陶艺的 你那个造型 甚至说一个杯子 其实你都可以去上架 你只要是把它转换成数位的土档 其实你都是可以去做上架的 那这个优点是什么 就是说像以前我们就是会po在网路上 对不对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会去copy 然后复制 然后就是去反正就是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的 不然他就是违法使用 就是什么叫违法使用 就是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哦 然后你就是copy然后变成你的那个Facebook的图像 或者是说你自己就去印东西了 那这个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说他卖完了 当然就是你也要去追查 如果说你这个是你的购买者其实都会知道 都可以知道 然后这个链接码你都可以知道 说他这一张他是不是就是说去copy来的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优点这样子 然后像他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对艺术家比较好的 就是说他是结合第一市场跟第二市场 这是这是对艺术家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反正就是有点像那个买乐透的那个概念嘛 然后什么叫做第一市场 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画画的人就是第一市场 然后你卖给画廊那也是第一市场 或是你卖给朋友 或是你去参加博览会那个都是第一市场 那第二市场是什么 第二市场就是拍卖公司嘛 那你就是例如说舒富比加士德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去拍卖 可是NFT市场是这样 我如果去上面我就可以去设定 我自己想要的方式 那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可能就是 你卖300你可以设定你的数量 例如说你这个JPG档你的数位的这个图片的链接嘛 或者是你的你要售出多少的多少个版本 那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 那你也可以就是设定 就是你是拍卖式的 所以它是有点就是二合一的功能 那像如果说是传统的那种市场 那个拍卖市场 就是它拍到了就是一百一百亿两百亿十几亿之类的东西 其实跟艺术家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对艺术家它是真的是很辛苦在耕耘 但是NFT的一个市场是很好玩的 就是说你艺术家如果说它是有人去竞标 去拍卖你就可以去设定的 但是它就是无限次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时间 它就是让你去拍 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个连接 就是说在那个资讯栏我会去做一个连接 那个是比较大的一个NFT 就是说它可以去竞标的 然后它就是可以就是 你什么时候开始 例如说圣诞节今天 那或者是说1月1号 那你可以前面你可以广告 然后你开始就是可以开始拍卖哦 那它有一个时间 就是说它不是让你一直一直拍下去 所以会很刺激就是这样 就是它结合第一市场跟第二市场 那你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的 那我这次我们有观察 就是说我们台湾啊 就是也有这个第一个NFT的一个艺术博览会 那其实那个真的还没有就是 进入到那个核心啊 但是我是觉得有那个NFT的那个精神 它就是真的就是在卖那个数位的那个影像权 大概是简单的白话文就是这样讲 因为有人会卖1000有人卖300有人卖100 对厂家来讲就是某一些网站它是这样 它也是对厂家就是对买家来讲 对厂家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优点 因为它有一个链接嘛 它是不是独一无二对不对 但是在某一些网站 它也是一样可以转售的 所以已经开始有一些是不可以卖的 那有一些是可以的 你可以再转卖的 例如说有的就是说它只有卖10个嘛 那它这个价值你卖的越少 就是卖的越少它的价格是越高的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转卖的 例如说你就是你就是卖这个谁谁谁的作品 然后链接嘛 那它都是可以去查得到的 所以它这个优点就是结合了第一市场跟第二市场 所以但是它在这个这个的一个数位的一个共享里面 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很有趣的一个机制 所以它就是会很快的就是引起一个热潮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对对艺术家其实是蛮有帮助的 而且对长家也是很不错的啊 所以它会很鼓励长家也是在网路上去买 那现在我有看到有一些就是也会推出土地专案 就是网路上的土地专案 好现在也有 当然也有一些龙头会觉得说 会觉得说 这个是有可能泡沫化 他可能不看好它的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随着时间啦 我们也不知道说它到底会做多久 但是目前就是有很多的网站 很多人都开始去进去 然后目前的这个买器也是都还算很不错 但是它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适合就是说比较有知名度的 就是说它的因为我们会知道说它网路的一个价值嘛 就是说它的稀有性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说你是比较普通的 那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啦 所以你是但是你要去试了你才会去知道嘛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说起来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 它就是一个机会 因为每个人都有安迪沃和讲的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成名 都有15分钟的成名机会 那但是这种前提之下一定是说 它要爆红一定有它的一个机制在 或者是说它本身已经有一个知名度了 所以它会比较稍微容易一点点 那当然如果说它在这个NFT的一个市场 它是爆红的 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说它当然一定是加分 就是说在对于你的这个作品的行销 也是很容易加分的 开始有那个画廊 开始觉得有看好这个NFT的一个市场 然后它就是想要就是走入这个NFT的这个元宇宙市场 那我们期待看看 现在还有一个更新的 就是看到前天的一个新闻 就是WIP3 3.0的世界就要到来了 然后它是讲去中心化 因为NFT还没有去中心化 这个去中心化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就是说每个人就是以每个人为主的意思 没有说是比较有名的当道 或者是说比较大的龙头当道的这个意思 很抽象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是静观其变 然后有机会就是再分享这个3.0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才刚开始 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刚好就是顺应时事 然后讲这个NFT的对艺术家的一些改变 或者是说对艺术家你要不要去加入这个NFT市场 好就是可以试试啦 如果说有人想要就是等比较成熟的再试也可以 或者是说他可能准备个5万或是10万块的一个一个经费 然后他就是去就是上架经费 好就是你还是要准备钱 然后你也是就是也是要行销 因为那个你不可能就是在上面 你就是可能也许可能有 就是有点像那个买乐透的概念 就是也许有这个机会 好所以就是人人都有机会的 那有的人是想要就是等成熟一点 然后他再进入这个市场 可是你不管再怎么等 其实你还是要他们就是需要靠这个上架费 可以维持这个网站 然后拍出去之后呢 然后再拿到那个分论的钱 好所以这个其实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 那未来有很多东西呀 都是可以在网路上卖 包括说什么结婚证书 我们刚刚有讲嘛 有可能是结婚证书 虚拟的 然后有可能是土地的 高楼大厦的 然后甚至数位食物 都有可能的 限量的无菜单料理 有可能都可以拍卖 就是你只要就是衣服 国王的新衣 你有可能这个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你只要十一住行上面 应该是都还蛮有机会的 所以但是真的是 我相信都是各有各的市场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在网路上 然后他就觉得 这就是我的资产 那就像是那个FB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也不是我们真的朋友 你电脑一关 手机一关 我其实 我谁也不认识 因为你走在路上 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 因为我们都修得很厉害 我们都修图修得很厉害 对不对 可是你一打开 你会觉得 我的资产 我就有5000个朋友 真的是有一点点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可是就是说 可是你自己会分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元宇宙的这个 这个其中一个元宇宙 这也是元宇宙 FB也是元宇宙 好 然后 好 那我们期待就是期待未来 然后也希望就是太多太多的东西是可以 就是帮助到艺术家 然后 当然一定要为了自己的梦想 那我们下次我们下次见 然后再讨论其他的东西 或是分享其他的东西 好 拜拜